很多小朋友做功課溫習時都會不專心 幾分鐘就要起床一次 有時又要吃糖,有時又要去廁所 如果想提升小朋友的專注力 大家可以試下以下的方法 第一,家長可以試下用這個時間儲值卡去鼓勵小朋友 假設你認為小朋友最快都要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功課 那你就可以幫他定下目標 請他用兩個小時多點的時間去完成 假設小朋友真的有剩的時間 就可以記錄在時間儲值卡 將儲回來的時間對換自己喜愛的活動 這樣一方面可以培養他們的時間觀念 亦都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第二,家長可以觀察一下小朋友的習慣 找出適合他們學習的時間 例如小朋友聰明的時候可能會特別精神 又或者早上起床的時候會特別專心 那就應該好好把握這些黃金時間 做了一些緊急和重要的事情先 其他事情就可以等第二個時間才做 第三,家長要幫小朋友建立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 儘量減少環境的干擾 移除一些會令他們分心的誘惑 例如是玩具、不必要的文具、擺設等等 另外,可以安排小朋友每次都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 這樣可以幫助喚起他們的專注力和記憶力 小朋友不專心的確會令家長很問陣 不過我們要記住 不要只是處理小朋友表面不專注的行為 而是要用心幫他們找出背後真正的原因 這樣才可以對症下約 再見到大家 再見到大家